第389集 我爹一说 大伙都十分的同意 能喝到羊肉汤啊 是一件很解馋的事情 死了羊的事情 顿时被羊肉汤化为无形了 以前庄陵之间都很融洽的 逢年过节的 左陵右舍就会大伙杀猪杀羊 这样杀出来的肉啊 比逢几买的要便宜一些 大伙先算准了随份子的人 然后找出羊经纪 就是指羊贩子和卖家之间的中间人 给羊估价 可能是我为民除害的原因 羊估价明显高了许多 但大伙还都说嫌价格低呢 再让高估一些 反正啊 喝羊汤的家属多 也不在乎那快八角的 对于邻里间给的便宜 我们不能占 最后我爹说 羊给的价格太高了 硬是自己说了一个中间价 由于我爹的慷慨和大伙的意气 顿时把邻里之间的关系 弄得其乐融融的 算好了价格 就有人开始分工回家拿东西 很快就有人把自己家的八印锅给弄出来了 在大街上支上大锅 在那里挑水 有人帮着弄彩虹 有人帮着杀羊 各种事情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也就一会儿的功夫 锅里烧着水 案板上放着调料 前提工作就弄好了 有人把弄好的羊肉剁成大块 下水洗干净 就开始下锅 我家的羊都是我爹当宝贝养的 整天想着羊 就差包饺子给羊吃了 我家的羊吃得标肥肉厚 有人把羊油弄下来 用小锅炼出羊油 然后拿来辣椒面和胡椒面 把羊油浇在上面 继续拌匀 弄成鲜红的辣椒油 是啥得讲究啥 羊肉汤放上这点辣椒油 油花都是一圈圈的 十分的好看 大伙都在那里忙活呢 用不着我 我就去河里洗了个澡 挑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穿上了 在那里看着大伙熬羊汤 小山羊熬出来的汤 是那种乳白色的颜色 一股股混合着山味的羊肉香 从锅里飘出来 有厨子惊艳的二哥 在那里拿着铁钩子 时不时的翻动羊肉 用钩子试探 看看羊肉熟了没 等羊肉熟的差不多了 把羊肉捞出来 趁着热 骨肉分离 把大骨头放在锅里 继续熬 而羊肉和羊下水 放在案板上 切成小块 按照加速的多少 分成了若干份 差不多了 就让大伙各自回家了 端着锅来 盛羊肉汤 把各家分好了 舀上一些羊汤 就端回家了 剩下的是我家的 分羊肉的时候 多分了些专门给我的 我把羊肉放进了铝锅里 舀上满满的汤 然后倒上半锅水 用大骨头重新熬一遍 这个第一 是为了谁家的羊汤不够 可以回来再咬 第二个 是为了没有随伤份子的 虽然没有了羊肉 但羊汤照样喝 反正啊 羊肉汤就是喝汤的 羊肉汤端回家之后 就嚷着要喝羊肉汤 我爹拿出了大海碗 给我们美人盛了一碗 我端过碗 撒上一些香油 原菜 醋和蒜瓣 撒上一些辣椒油 顿时香气扑鼻 先弄了一块羊肉尝了尝 那羊不大 肉质鲜嫩 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汤也不错 十分的麻辣鲜香 有一种 有一种特有的味道 绵羊肉肥 山味重 山羊瘦肉多 山味轻 口感啊 比绵羊肉好 我们喝着羊肉汤呢 这时韩韩说 哥 你真厉害 让咱们有羊肉汤喝 要是天天都能喝上羊肉汤就好了 我爹把眼睛一瞪 对韩韩说 你个小丫头 喝羊肉汤都堵不上你的嘴 那些人都是咱家的宝贝 死了一只 我现在都心疼 韩韩听我爹这么一说 朝我爹伸伸舌头 然后赶紧的低头喝羊肉汤 一碗羊肉汤 加上一个煎饼 吃得我饱饱了 这时我娘说了 麻辣大爷和和三叔家 没有蒜粪子 让我给去送点 还说就大妞和二妞 两个孩子在家 没有娘的孩子 有点可怜 我一听 赶紧说不去 坚决不去他家 我娘对我的反应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他知道我为什么怕大牛 于是就让韩韩送去了 而我端着羊肉汤 给麻子大爷送了过去 送去之后 就看见麻子大爷 正在扎纸人呢 就没有跟他说我的事 送去之后 我就要到床上躺着凉快 毛屋虽然简陋 容易漏雨 但是啊 冬暖夏凉 下午躺在床上 非常的凉快 就在这时 大门外忽然一声 男人的哭声 声音凄凉 拉着长音 这种哭声 一般都是死了 爹娘才会这么哭呢 听声音 像是哭爹的 我有些奇怪 不知道这是谁家死了爹呀 哭声越来越近 直奔着我们家门而来 这种哭丧声 最忌讳奔着谁的家门去 我爹正在喝酒呢 听见哭声就对我说 小段 你出去看看 是谁在咱们家门口哭丧啊 让他赶紧的一边去 老子家就死了一头羊 不值得哭 他这是哭丧啊 找错了地方 我听我爹这么一说 就赶紧的出去看 到了门口 当时我就愣住了 哭丧的不是别人 正是熊瞎子 只见熊瞎子身上 披着笑衣 头上戴着笑帽子 身上披着麻省 手里拿着柳木的哭丧棒 正在那里 搭了着长眼皮 一个劲的在那里哭好 泪水鼻涕混在一起 样子如同死了爹 十分的悲伤 再一看熊瞎子的旁边 有一辆排车 排车上有一个席包子 用麻绳扎着 看样子 跟死人用的席包子差不多 大伙都围在一圈 朝着熊瞎子指指点点的 我看着熊瞎子在那里哭 就朝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家这是谁死了 你哭得这么伤心啊 这时看热闹的人说 小冬啊 熊瞎子说 席包子里躺的是他爹 他爹死了 在那里哭爹呢 我听到这里 当时就火了 对着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哭爹去你家哭去 在我们家门口停丧 算什么意思啊 熊瞎子听我这么一说 我当时就抬起头来 用手往上提了一下长眼皮 瞪着眼睛看着我 那眼里充满了怒火 像是要把我吃了 看了我一会儿 才咬牙切齿的说 我不和你这个不讲理的小畜生说 把你爹找出来 我和你爹说 狗日的熊瞎子 对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用讲理 你失去的话 赶紧滚蛋 说着我拿起门口的一根棍子 就要过去 没想到熊瞎子 嗷嗷大哭 一边哭一边说 我仗势欺人 欺负他一个苦命的人 他这么一说 大伙都在那里哭笑不得呢 平时熊瞎子 就是欺负人的主 这一下子变成了被欺负者 大伙还有些不适应 我一看熊瞎子变成了软蛋 也就不好意思再上去揍他 他让我爹出来 我干脆就去找我爹了 让我爹出来 看看熊瞎子还有什么话说 于是就对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等着 我去叫我爹出来 说着话 我就扭头回家去喊我爹了 到了屋里 我爹就问我说 小冬啊 外边是谁在哭丧啊 我说 爹 是狗儿的熊瞎子 他爹死了 这狗儿的 把他爹放到排车上 正停在咱们家门口呢 在那里哭丧 什么 他爹死了 他爹死了 应该在家里搭铃棚才对 怎么跑到咱家门口了 我爹刚说到这里 忽然一顿 然后想了想说 不对 他爹早就死了呀 这狗儿的 是想应我们 走 咱眼俩去看看 他这是在玩什么应 要是欺负咱家 在咱家门口哭丧 咱揍他个狗儿的 说嘛 手里的酒杯一摔 然后站起身来 拿起门口的猎叉 就朝着门口走去了 我拖着棍子 跟在后边 走到了门口 我爹看了熊瞎子几眼 皱了皱眉 对着熊瞎子说 熊瞎子 你在我家门口 说啥呀 熊瞎子听我爹这么一说 就抬起来 撩起眼皮 对我爹说 原来是三叔呀 三叔啊 我在哭我爹呀 他老人家死得好惨啊 你爹 你爹不是早就死了吗 当年还是大伙出的钱 给你爹送的钟 你这时候 怎么又冒出了一个爹 你是私生子呀